关于荷兰媒体有报道说中国口罩存在质量问题 我前几天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回应 那么根据中方有关部门的初步的调查和了解 那批口罩是荷兰的代理商自己采购的 中方的企业发货之前已经明确的告知何方 这批口罩是非医用口罩 出口报关手续也是以非医用口罩名义来履行的 那么在当前全球抗疫的形势下 中方及各国之所及克服自身的困难 有关的企业加班加点夜以继日 积极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各种抗疫的医疗物资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出口产品质量问题 你应该注意到中方的有关部门刚刚出台了 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 要求有关的医疗物资出口企业 在向海关报关时必须提供书面或电子声明 承诺出口产品已经取得了中国医疗器械产品 注册证书符合进口国或者进口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 那么我也想有个常识性的 有个常识就是口罩分为不同的防护标准和等级 也有日用防护和专业医用之分 那么当前各国的确是非常的紧迫的需要 口罩等防疫物资 我们就想善意地提醒使用方 在购买和使用之前 务必要仔细地核对产品的用途和使用的说明 以及是否符合采购方的使用标准 避免集中出错 勿将非医用口罩配用于医用 那么个别的媒体在没有弄清楚事实之前 炒作所谓的中国产品质量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我希望他们不是别有用心的 因为这样的炒作很显然是不符合 不利于国际抗议合作的